像袁大高主席 以前還不錯 但是今年又變不好 為什麼 其實像是在之前有做了一份資料 是針對年輕人 熱門存骨的一些標的 第一名呢 玉山巾 我自己也曾經 就是存骨 玉山巾存了好長一段時間 曾經有存到200多張左右 200多張 對對對 嚇死人了 但是代表這一個真的是 年輕人特別愛存的一張股票 然後還有原大高股俠 中鋼之類的 那在這個部分 護席哥你怎麼看 大家選的這一些標頂 這五檔股票 是目前尤其是年輕的存股族 最喜歡存的股票 但是這五檔股票我認為 其中三檔都不合格 都不能存 尤其是玉山巾 玉山巾在五年前 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存股標定 那玉山巾的問題就是說 過去十年來 他獲利是不錯 但是他股票配太多 股票配太多 他其實他現金股力 只配一點點 那他給你股票股力來做補償 那過去幾年 就是十幾年前還可以 因為金融業還在一個成長的階段 所以二支金改之後 問題是說過去這兩三年金融業 已經高度的飽和了 而且金融業還受到所謂的 Fintech 金融科技業 今年台灣有三家新銀行要開張 金融業又出現新的勁敵 就是那些網路銀行 所以他現在 玉山巾在這一個 身處在一個高度飽和的金融業 他還配出這麼多的 像他今年配0.6元的現金股力 0.6元的股票股力 我都覺得這個 對他未來要維持一定的EPS 很困難 就是他的成長性 他就是受限於這個產業的限制 但是他還配出這麼多股票 配股票會讓股本膨脹 那你假如獲利沒有跟著股本 做同步的成長 你的EPS就會下降 像元大高股息 以前還不錯 但是今年又變不好 為什麼 因為元大高股息 現在第一大持股叫做長榮海運 長榮海運 佔他9%的持股 這麼多 其實高股息這種的一個投資標的 我們是希望說他能夠 一個很穩定的配息 比如說希望他的成分股 都是能夠很穩定的配息 但是元大高股息 他把長榮海運今年納入 就是不太對了 為什麼呢 海運股今年可能EPS賺30塊 對 明年可能變成10塊 後年可能變成虧的 負的那怎麼辦 這不夠穩定 對 所以這個違背了所謂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存股族追求穩定股力的這個 一個價值 所以高股息也不適合 對 那像中鋼啊 雖然很穩定啊 可是他的股價真的是 之前好一陣子好幾年都沒什麼變 中鋼這個 是跟產業結構有關係嗎 對 股東人數100多萬人 一度是台灣股東人數最多的公司 對 中鋼是因為今年 因為疫情解封 先進國家解封 鋼價大漲 所以他股價這樣翻了兩三倍 但是很多人都套牢了七八年 對 因為他這個為什麼不適合存股呢 因為 鋼鐵股是很典型的景氣循環股 景氣循環股就是 他的獲利隨著景氣好壞 波動非常的大 而且鋼鐵股還有中鋼有個問題 鋼鐵是國際市場 會受到國際鋼價而牽動 中鋼在台灣是龍頭 但是你把它放在世界上 他大概排名 大概第20名到第18名左右 是很後面的 他不是一個所謂的一個市場的leader 所以他的 而且最近的那個 包括中國的寶綱 南韓的普相 都已經追過他了嘛 國際競爭力有問題 是 所以也不適合 是